在未来2055年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 普通的生活已经难以满足人类的需求 为了增加人们的生活乐趣 科技公司研发了一项新的技术 可以让游客体验时空旅行 回到白厄纪时代感受原始生活 同时还可以和恐龙近距离接触 虽然心中早有防备 可面对如此巨大的生物 游客还是当场下待 这时经验丰富的导游一声令下 反应过来的众人抬枪射击 这才成功将恐龙击杀 很快这个项目便得到大众的认可 订单都排到了六年后 但这种做法同样遭到了很多质疑 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在颠覆过去 甚至还会影响人类的进化史 作为导游的杰森对此若有所思 心存疑惑地追了上去 原来他便是穿梭机器的研发者 设计的初衷并不是为了猎杀恐龙 他一直反对这种商业行为 结果旅游公司暗中设下圈套 导致艾力丢失了专利权 如今只想提醒杰森 如果出现任何的疏漏 那将是人类无法躲避的灾难 听到这些杰森只好把他带到自己的实验室 原来他是一名生物博士 回到过去是为了搜寻灭绝物种的DNA 不想那些净化几千年的生物 因为人类的出现而灭绝 希望把那些消失的DNA积累重建 让他们可以再现人间 可艾力还是心存疑虑 认为这种做法稍有不慎将会毁灭人类社会 但杰森表示一切行动都在计划内 为了不影响历史进程 他们会选择猎杀那些原本就要死亡的恐龙 同时不会改变他们在自然中的位置 而就在几天后 下一波旅行团准备就绪 出发前杰森还是好心提醒 不要在那个时空留下任何东西 更不要随意猎杀规定以外的生物 哪怕是一只弱小的蜜蜂 也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随即准备好的众人踏上时空机器 接着启动设备 在电光火时间众人消失不见 接着远古森林中出现一条神秘通道 他们成功来到了6500万年前 初来乍到的游客非常兴奋 早已把杰森的提醒抛之脑后 对着飞起的蝴蝶不断扣动扳机 结果叶弹枪根本不起作用 原来防止他们干预到其他生物 只有杰森开枪其他人的才会被激活 然而就当恐龙出现时 杰森的枪突然发生故障 这也导致所有人的枪都失去了作用 眼看恐龙越来越近 危机时刻杰森打开手电筒 成功吸引了恐龙的注意 结果恐龙一个白尾直接把他掀翻在地 而詹妮只好开起手电将恐龙引向另一侧 在二人的相互配合间 队员迅速把修理好的枪扔给杰森 这才按照计划将恐龙射杀 这时扔出的手电筒却弹向了水面 好在詹妮反应迅速将其抓住 如果掉入水中必然会改变历史 危机也在队友默契的配合下成功化解 詹妮也敢在火山喷发前收拾好装备 一切操作看似天衣无缝 然而就当他们撤离时 一只戴尼的脚印却留在了这里 不知情的众人成功返回 而高层还在努力地为这次事故辩解 殊不知整个世界即将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 世界各地突然气候异常 海滩上大量鱼类离奇死亡 城市中的植物生长迅速 平静的公路突然向下坍塌 无数藤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 整个世界透露着诡异 然而高层为了利益对这些充而不稳 无奈杰森只能继续带着旅客来到了白厄级时期 但他发现这次穿越与以往不同 原本打算猎杀的恐龙早已死亡 疑惑地看了一眼时间 这时前方的火山突然喷发 滚滚浓烟朝着众人袭来 吓得杰森赶紧呼唤大家逃跑 在冲击到达前成功躲进了穿梭机 事后经过分析 怀疑塔美系统将入口时间算迟了五分钟 可系统表示自己并没有出错 迫于社会压力 公司只好选择将系统暂时关闭 同时让杰森找到故障的原因 而杰森怀疑在上次穿越时出现了纰漏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 很快便找到系统的研发者 此时艾莉的家中早已郁郁葱葱 生气的她已然猜到猎杀公司闯了大火 可杰森表示上次穿越都是按照计划 没有出现任何细微的错误 无奈艾莉只好拿出了证据 此时远方透明的时间波席卷而来 充斥着城市的每个角落 瞬间就把凯尔先飞 而片刻间又恢复了平静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呼喊 结果当他们打开房门 无数只远古巨虫瞬间涌向屋内 很快就将二人包围 此时虫子已将电线咬断 四箭的火花随时引爆氧气罐 杰森赶紧拉起艾莉 在爆炸的前一秒成功跳出阳台 幸运地落在树叉上 带到一切恢复平静 苏醒的二人抬眼望去 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 整个城市已经被植物所破坏 惨烈的程度犹如世界末日 此时街上千年古术随处可见 艾莉认为这些净化现象 是他们穿越所引发 就像扔向水中的石块 机器的时间波将会接踵而至 先是气候 接着便是这些早期植物 随着物种的演变 将出现很多未知生物 甚至人类能否进化都变成未知 时间的退役这种波动会愈发强烈 如今需要回到出现问题之前 从源头阻止悲剧的发生 接着艾莉便重新校正系统时间 而穿戴好装备的杰森也走进了机器 结果这次穿越的时间错得更加离谱 一名士兵刚走出时光机 侧面就出现了一群硬帝安人 起身的他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转头便发现席卷而来的时间波 吓得他立刻跑向穿梭口 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时间波与他一同回到了现代 当众人从黑暗中醒来 不明所以地打开备用电源 结果眼前的一切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房间已经被远古植物所占据 甚至整个城市都变成了原始森林 此时冷静下来的众人提出质疑 为什么杰森没有回到猎杀恐龙的时间点 艾莉只好说出时间波根本无法穿透 但他却想到了其他办法 就是让杰森跳过所有节点 回到因穿越而改变历史的上一年 那里没有时间波的困扰 接着进行二次跳跃 回到猎杀恐龙的时间点 但此做法非常消耗能源 所以杰森在那只能停留20秒 短暂的时间容不得浪费 如今需要提前知道小队究竟改变了什么 结果众人反复回看记忆球 认真排查了每个细节 除了两名游客跑到了监视死角 根本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正当大家对此一脸茫然时 哈德发现了一条关键的信息 当初猎杀队返回时 重量增加了1.3克 也就意味着有人把远古的东西带了回来 原来高层为了节省成本 偷偷把生物过滤器关掉了 如今事情已然发生 只能去寻找那两名游客 问清他们究竟带回了什么东西 出发前艾莉及时提醒众人 世界已经连续演变了数亿年 会出现许多未知的生物 此时外面看似凶险 实则一点也不安全 幼年的恐龙随处可见 这时突然出现的生物抓走一名队员 杰森赶紧追了过去 发现这是一只变异的星星 坚硬的皮肤拥有很强的防御 张开嘴巴不断地发出怒吼 接着便朝着杰森扑过去 反应过来的杰森抬枪击中喉咙 这才将他消灭 返回的杰森提醒众人逃离 结果哈德不慎被腾曼半岛无法起身 无奈只好让大家先走 眼见大量的生物朝着这里汇聚 杰森也只好放弃 剩下的哈德尽量为队友争取时间 可随着生物的增多哈德也放下了抵抗 片刻之间哈德就被星星吞没 很快众人发现了一个避难所 经过询问知道了游客的住址 结果发现问题并不是出在他身上 只好按照地址去寻找另一位游客 此时的他被腾曼所伤早已神志不清 当着杰森的面影淡自尽 幸运的是在他的装备上 发现了那只死去的蝴蝶 既然根源已经找到 众人决定即刻返回实验室 这时废墟中的装甲车派上了用场 结果半空又出现了树枝变异蝴 锋利的爪子轻松破开车顶 直接抓走了一名队员 剩下的蝴蝠依然穷追不舍 结果前方的时间波再次袭来 被波及的装甲车瞬间被掀飞 好在他们还是到达了实验室 可这里早已沦为废墟 天花板早已成了星星的气息地 放眼望去数字不尽 眼看时间机器已经无法使用 只好捏手捏脚地拆下去动 打算顺着地铁站前往学校 因为那里同样配备了粒子加速器 这时前方突然发生坍塌 整个通道瞬间被水灌满 巨大的水压车厢根本无法承受 杰森准备打碎玻璃去寻找通风口 结果一只巨蟒突然出现 直接把詹妮抓走 喷涌的水流瞬间灌入车厢 面对如此恐怖的怪物 杰森刚要射击 结果枪却发生了故障 危机时刻掏出短刃反击 可巨蟒直接把他缠住 眼看就要将杰森一口吞下 这时通道再次探塌 巨蟒瞬间就被压住 昏迷中的杰森这才脱身 好在艾莉及时发现了他 杰森这才逃过一劫 接着二人顺着通风口来到学校 艾莉迅速开启机器调整时空坐标 而杰森也穿戴装备等待就绪 此时学校外墙早已爬满了变异星星 疯狂地撞击着铁门 同时下一次的时间波也已经形成 危急时刻艾莉按下传送按钮 而时间波同时也扫过城市 此时的艾莉受时间的影响 已经变成了另一种生物 而另一边的杰森成功穿越 刚好赶在小队猎杀恐龙之前 杰森将未来的遭遇简单地告诉了詹妮 让他一定把自己录入记忆球 并将他交给这个时空的自己 然而刚一转身 发现游客将要踏出时间路 毫不犹豫地扑向游客成功将他拉回 接着杰森便消失不见 此时小队已经完成了任务 而那只可以改变未来的蝴蝶也安然无恙 带到众人回到实验室 詹妮按照约定把记忆球交给了杰森 而杰森看过记忆球后决定辞职 之后便找到了艾莉 承认了他之前所有的警告都是对的 同时希望把真相公之于众 以免这种灾难再次发生